这位日本女子很是嚣张 不仅在家里面暴力拆桥 甚至还说中国兵器是废物 不料中国男子当场翻脸 废物 这是剑 是兵器之手 在中国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说完立刻拔出手中的宝剑 开始向女子展示八卦剑法 谁知旁边的女子一脸不屑 直接嘲讽她向女孩子跳舞 随后抽出武士刀乱凯一通 说刚蒙有力才是正宗剑法 然而男子听罢却轻轻摇头 乱叫乱耍 简直像乞丐打狗 女子怒气冲冲地挥刀砍来 却被男子的宝剑轻松抵挡 虽然日本高法看似凶猛 实则大开大河漏洞百夫 很快便被男子打落了兵器 颜面尽失的女子很势不服 当即捡起日本长枪还要鄙视 男子无奈只好拿出了红鹰枪 只见一套枪法舞的虎虎生风 直接打得女子毫无招架之力 随后用枪头的红鹰扰乱视线 女子再一次毫无悬念地落败 原来两人刚刚结为夫妻 男子是中国小伙核桃 而女子则是日本的公子 由于跨国婚姻观念不同 外加两人都是练武出身 故而生活中的矛盾接连不断 公子不仅长得美丽动人 还特别赤米倒伯的功夫 每天鸡美打鸣就起床练功 只见他练功时大吼大叫 把砖墙当成沙袋梅梯 还把石雕当作木板梯断 甚至不顾形象的暴露春光 直看得仆人都口水直流 因此丈夫劝他练中国武术 并称中国功夫端庄哑观 你丈夫是中国人 你也该学中国国术 你妻子是日本人 你为什么不练日本功夫呢 随后何涛亲自示范了二字前养马 还有中国女人的群里连环角 可公子却觉得这是三角猫功夫 根本比不上他们导播的人数 你一天踢到一堵钱 如果你每天这样踢 那我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 公子听后劝他不要担心 说练功的器具已经送到 只见一箱东洋兵器出现在眼前 随后公子让人将中国兵器搬走 何涛健壮上前询问原因 奇料妻子竟然口出狂言 说中国兵器是破铜烂铁 血气方当的何涛顿声不悦 当即展示了一套中国剑法 接着互不相让的两人大打出手 这也就有了开头的精彩一幕 连败两局的公子还不服气 于是便和丈夫打起了嘴杖 日本的武术我已经练不完了 谁有空练你那种没用的功夫 你的日本武术才没用 你的中国武术才没用 你刚才已经输给我了 谁有用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两人再次展开了暗器的较量 这是金钱镖 这是日本铁海星 这是飞针 这是飞环 这是飞刀 日本飞刀 就在两人互不相让之时 何涛射出了袖中的暗器 这才是真的暗器 公子健壮也将发簪飞出 随后他假意给妻子道歉 实则射出身后的三只利剑 此物是中国的暗器被剑 藏于背后令敌方防不胜防 显然是日本的暗器略逊一筹 隔天清晨夫妻两人再次展开较量 何涛称日本兵器源自中国 可公子却对此不予认同 说日本古代早有了兵器 只不过外观和中国的相似 眼瞅自己的妻子固执己见 何涛便谈起两国的文字历史 说日本文字也是由汉字演化而成 不料公子说他驴头不对马嘴 明明两人是在谈论兵器 现在却谈起了两国文化 随后互相看着不爽的两人 一路从厨房打到了客厅 虽然空手到讲究一击必杀 可直线式的进攻漏洞百出 哪能比上灵活多变的中国功夫 只见何涛一招熟练的剪刀腿 便将妻子制服在地动弹不得 可公子却依旧不愿服输 当即使出日本柔术继续在战 无奈何涛基本功扎实无比 公子又被很轻松地撂翻在地 晚上吃饭的时候 公子赌气要与丈夫分桌吃饭 不料何涛看他跪着很势不解 于是向妻子询问其中的缘由 公子告他跪坐是日本的风俗 也是对人的一种礼貌行为 然而不明其意的何涛却大放厥词 说中国只有斩首的人才会跪着吃饭 公子听后气的咬牙切齿 当即将盘中的鸡蛋扔飞出去 却被何涛不慌不忙轻松化解 正所谓不是冤家不拒头 就这样两人再次打了起来 然而屡屡战败的公子 顿爵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于是一路之下用忍术偷袭 这种功夫中国有没有啊 当然有 不过不叫忍术 在中国叫暗算 并说暗箭伤人是下三滥的把戏 只有卑鄙小人才会使用这种功夫 武学之道最重要是光明正大 最重要是克乱制胜 取胜固然重要 可也不能不择手段 最后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你这不懂日本武术的蛮牛 不配跟我打 这对闪婚的中日夫妻 每天为了武术互不相让 甚至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 公子自幼痴迷导国武功 一直觉得忍术天下无敌 不料屡屡败给丈夫的中国功夫 于是他一气之下返回日本 向同门师兄五野三藏学习 想恋成之后措措丈夫的傲气 而师兄正是一流的忍术高手 自幼对小师妹也是一往情深 见公子和丈夫有了隔阂 便准备趁虚而入展开追求 与此同时 何涛的父亲来公子家串门 就在与日本亲家谈话之时 正好看到屋外散步的公子和三藏 由于担心儿媳妇被抢走 他连夜坐船便回到中国 隔天立马将何涛喊来 让他尽快去日本接回公子 不然绿帽子必戴无疑 可何涛深知妻子的脾气 外加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故而放弃了去日本的想法 可管家看他整天闷闷不乐 于是当即为他想了个办法 说公子那么痴迷日本功夫 只要写一封激怒他的挑战信 他必然会远渡重阳前来应战 这也让大批日本武士一份填膺 于是武术界的高手齐聚一堂 准备远赴中国与何涛较量 而在家中的何涛 还在盼着妻子的来行 这时管家突然跑了进来 说门外来了一群日本武士 何涛本以为是妻子的亲戚 直到五夜三藏表明了来意 何涛这才明白事情的缘由 随后三藏声称绝不以多欺少 每天会派出一人与何涛比试 他们分别是空手道馆主 成者枪术叫头 御前见到武士 通话双截棍传人 以及忍术和柔道的剩余几人 一场激烈的大战即将展开 而率先上场的是日本见到武士 只见此人的剑法很是犀利 何涛当即用八卦剑法反击 刀剑碰撞声此起彼伏 二人你来我往 剑招拆招 一时半刻也很难分出胜负 对方见何涛如此厉害 于是拼尽全力挥刀猛砍 不料却被何涛轻松化解 此时已经急眼的日本选手 突然用剑挑起了地上沙头 何涛闪身躲开的同时 剑招也狂风骤雨般的起来 很快立剑便直指对方的要害 剑到武士输得心服口徒 接着收剑入鞘将武器奉上 以此表达自己的敬佩之心 可何涛并不知晓其中的含义 于是持剑摆出在战的架势 日本武士顿绝受到侮辱 立刻拔刀准备切副自尽 幸亏武野三藏及时制止 随后声称中国人不懂礼貌 并让何涛准备第二场比武 对手便是这位空手道高手 此人拳脚训捷且力道刚茂 可谓是一名不可小瞧的劲敌 不知如何是好的何涛 当即来找师父请教对策 师父称功守到施智刚的武功 故而用刚柔并记的罪权才能克制 而罪权是本门师叔的看家本领 于是何涛只好来找师叔学习 可师叔疯疯癫癫脾气古怪 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武功 因此师弟们假借与他比武 让一旁的何涛趁机偷学 夜晚公子赶来和丈夫道歉 说日本武士不是他叫来的 并说给对手送剑的行为 是日本武士最崇高的礼 同时也是表达敬佩之意 可何涛当时并不知情 故而阴差阳错地激化了矛盾 隔天比武双方如约而至 只见空手道大叔信心十足 每一记拳脚都有千斤之力 侧肘一击便能将巨石击碎 何涛并不与其正面硬钢 而是以罪权灵活进行击打 此时何涛的身形飘忽不定 步伐右东扯西迁毫无规律 任凭日本大叔的招式多么凶猛 刀锁侯既成功获胜 接下来便是日本双截棍传人 此人右手拿一根双截棍 左手一副犹如拐杖的短棍 他拿的这种武器 在日本也很少见 他使出的招式和花样 一定很多 没准备用什么武器对付他 在和师兄一番商量之后 果断决定用三截棍来应对 三截棍软中代应杀伤力极强 并且还具有远距离攻击的优势 面对何涛碾压式的攻击 日本选手只好放弃了比试 日本长枪与中国长枪 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呢 咱们跟着剧情接着往下聊 只见和涛手持一杆红鹰枪 与日本枪术教头展开了激战 虽然日本教头的攻势异常凶猛 但相比何涛的枪法还是略逊一筹 最终在9986回合之后 枪头的红鹰扰乱对方视线 何涛趁机将其武器打飞 轻而易举获得了这场胜利 接下来出场的是手持双叉的小胡子 此人最厉害的一点便是搞笑 还未开战便令何涛哭笑不得 只见何涛以两把短刀硬斩 刀法出神入化且密不透风 直接让对方的双叉没了用之地 随后还单手持刀玩了起来 不料小胡子甘拜下风放弃了比试 最近日本高手歼二连三的落败 引起了柔道高手光头的不满 三更半夜便来找何涛挑战 并扬言如果不将他打败 就绝不会让何涛休息 多日比武的何涛本就疲惫不堪 外加光头身形魁梧力气极大 管家见状立马给他涂抹了油脂 随后空有一身蛮力的光头 再也无法将何涛抓住 可即使如此何涛也无法获胜 只赢光头的下盘稳如泰山 而且抗击打能力异常强悍 这时管家将油脂扔在地上 光头脚底一滑摔倒在地 起来后的光头准备离去 原来此人号称永不倒 只要倒在地上就是输了 就当何涛称赞对方厉害之时 公子却上前一步好意提醒 最厉害的是五野三藏 他的忍住随时会出现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为了防止五野三藏暗中偷袭 何涛便在院中洒满了花生 随后将所有暗器也拿了出来 此时屋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何涛立马用铜镜查看 本以为是漂亮的结发妻子 不料上前询问之时 对方却拔刀向他砍了来 好在何涛之前早有准备 胸前的羽毛救了他一命 原来此人是五野三藏乔装而成 随后两人便展开激烈的对决 何涛用绳索将三藏困与木柱之上 不料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三藏以施展忍树溜之大忌 明天我的清水不等你 你不来不是中国人 隔天何涛伪装成侨夫如约而来 仅用一招便识破了三藏的伎俩 然而三藏的忍树出神入化 放出一道烟雾再次逃走 何涛循着足迹一路追来 却没有发现对方的身影 而三藏此时已钻进了水中 可唤起的竹竿却被何涛发现 当他上前查看之时 不料却被竹竿内的毒针击毙 随后三藏将他带回复命 就当众人为此高兴之时 何涛突然乍世站了起来 并从口中吐出了三藏的毒针 原来何涛利用碧血烟溪功成功填过了三藏 你的碧血烟溪功 在我们日本忍者的功中 算是最高深的 我非常佩服 最后何涛接过武士刀化敌为友 一场比武对决也变成了有意切磋 本片到此全部结束 咱们下期江湖再见